弟兄姊妹平安 我今天再来为神做一个见证 那我是在上一次 自从上一次4月28号收到那个支票以后呢 在之后的一个星期5月4号呢 就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一份新的工作 因为我也有在祈祷说我的收入能够翻三番嘛 当时我就一个朋友介绍一份工作 就说我可以去服务一位客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这一周就是5月份 这一周的周一和周四两天都有去 那我发现神真的是非常的祝福我 给到了我的 真的是我单位时间内的收入 真的是翻了三番 那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祝福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今天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分享 我从神这里得来的祝福了 真的是太开心了 大家看这张支票是1100块 是4月22号政府发给我的 那这个支票呢 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一个说是刺激计划给到的 那这个是在我们参加了 就是宝林牧师和王牧师给我们办的那个三天的悔改特会之后寄过来的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笔钱对我来讲真的是意外之财 感谢神 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哈利路亚 大家好 我是以思天 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见证 我在做披麻蒙灰上了宝林牧师的课程的时候 披麻蒙灰第一卷书是约拿书 我刚刚前几天做完约拿书三天的进食认罪悔改祷告 把里面的罪都清空 当我清空罪的时候 神就开始我祷告什么就有祝福什么 甚至我没有祷告的神也开始祝福我 当我开始拿到第一桶金的时候 神就迫不及待的给我的继续 当天还没有隔天 当天就又继续的给我第二桶金 今天是2022年的4月18 我要为神的奇妙供应来做见证 我住在台湾苗栗的家乡 宝林牧师又教我们从天国被蒸发里面来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哇更加厉害 我的人家好四点点 儿子结婚媳妇又怀孕 儿子又买房子 非常棒的房子 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妻第一次盖房子 非常认真 我们家的营造协助他帮忙监工 盖的房子地点非常好 给我的价格也很优惠 连银行的贷款上帝也预备好了 第二我在工作上有位厂商 谈好的价钱 帮忙买卖他的公司 而他来来回回不守合约 客户帮他找好他既然搞失忠不接电话 客户带着钱来 他还是不回应 让我在客户面前被他洗脸 我就一定不接他的案子 继续用天国被政府祷告法来祷告 天父马上就补偿我 一次给我两件的案件 相同的案子好奇妙 第一件赚了33万 我决定不扣成本 一半献给上帝 第二件决算下来 算14万 我也不扣成本 一半献给神 第三波 我决定把我的营造工时 我的股权营造 可分 我的营造 一半也是献给神 也就是说我以后分红的一半是神的 奇妙事发生了 有人主动入股我们家的营造公司 我这次可以分红62万回来 我也献一半给神 神又让我的营造公司 向政府申请评鉴第一级的优良厂商也过关了 我公司现在市值价值600万 再两次评鉴我就翻倍涨到1500万 当然我们是不会慢 让神这位大老板带领我们往前走 盖好的房子 荣耀神 感谢法律牧师带领我们在天国被真 祷告法里面及写出罪状 来荣耀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来自台湾台南的徐玉琪 特别的感谢美国国际大牧师的匹马文会认罪悔改课程 还有普利牧师的天国祝福被真祷告法 普利牧师在早上的时候就跟我说 小琪神说啊大批的房子要试出来 要出来要去抢 小琪你要去抢房子 非常便宜的价格 会让你买到 用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让你买到 普利牧师呢 他在美国 他就帮我找了很多的房子 我就一个一个点进去看 普利牧师帮我找到一个 在台南新盈喔 透天29平屋 两层楼 卖320万 我立刻联系这个仲介去看 普利牧师在今天的2022年的4月4号讲 在下午4点到5点这段期间 普利牧师就说你出价270万对方会买 在7点多到8点 晚上7点多到8点这段期间 不到3个小时 对方的仲介打电话过来讲说 对方270万要买 完全被普利牧师说中 他用透天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普利牧师说的欲言成就 我是春兰 我再一次为大能的神做见证 感谢普利牧师带领我们做匹马门徽认罪悔改的课程 我只做了一件书 约拿书 那我的生意呢 是需要资金和人员的进入 之前呢 经营还 我觉得一直还是比较顺畅的 突然 就面临着资金链的一个断裂 这将对我以及呢 对我的人际关系啊 将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毁灭 我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知道呢 在这个时刻靠人人走 靠山山移 我只有寻求神 我呼求神来拯救我 来帮助我解决困境 匹马门徽认罪悔改 我真的直到神 垂听了我的祷告 他力挽狂澜 用这种神奇奇事来挽救了我 让我彻底的翻盘 不但是人员的进入 包括资金全然的已经畅通了 我在想 如果到之前 我一定是死定了 之前呢 我给大家做见证的 牛皮选折磨了我这么多的年 折磨了我五年 那我现在呢 头上的牛皮选彻底好了 我身上的牛皮选 明显的已经有好转 身上呢 许多的地方 皮肤已经接近正常了 匹马门徽认罪悔改 让我 这个牛皮选 不死他癌症 也彻底的能得到医治 感谢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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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